近年很多超級食物 差不多每一頭半個月 又有一種新的Superfood推出 又說有什麼特別的健康好處 要多吃一點 買多一點 你去到買的時候 你又發覺這些價錢都相當不便宜 究竟Superfood是什麼? 它有什麼特別? 所以有些人聲稱對健康有那麼多好處 還有這些聲稱是否真實呢? 今天我們就來探討一下 一般市面上大家認識的Superfood 很多都是一些蔬菜 早幾年來有什麼叫乳衣甘藍 也有黎麥 也有藍莓、鷹嘴豆 比較古老的 例如黃豆、抹茶、綠茶等 在深入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就要追溯一些歷史 最初Superfood這個字是何時開始用的呢? 其實差不多到了一百年前 美國就開始入口香蕉 希望鼓勵人多一點去吃 很有趣的 最初推廣超級食物這個字 並不是醫生或醫療專家 主要是一些食物的商人 就是賣香蕉 賣水果的商人 他們想推廣香蕉作為一種新的食物 因為當時美國人都不是怎樣見過或吃過香蕉 他們推廣告訴大家 早餐可以切到麥片 可以生吃、吃當生果 煮熟也可以 做蛋糕 甚至炸了來吃也可以 營養豐富 可以代替你現在的食物 又好吃 由當時起 他們為了推廣自己的產品 就代表了Superfood這個字 如果細心看今天推廣出來的Superfood 多數都是一些植物性的食物 裡面有豐富的維他命、微量元素、高的纖維 同一時間的卡路里又比較低一些 變成吃了都吃不肥 比較健康一些 維他命很多時候是抗氧化劑 大家都知道身體皮膚老化 甚至是心血管的腦化 腦部的腦退化 腦神經的腦退化 都是一些oxidation 一些氧化的作用 食物裡面有一些抗氧化劑 有些人就會聯想到 吃這些食物多一點的話 多了抗氧化劑 就可以預防心臟病 預防腦退化 有了這些聲稱 看起來好像不太吸引 或者是很普通的食物 或者是水果 就突然升價十倍了 你買的時候 因為有聲稱的健康benefit 健康的好處 價錢通常都不非 至於他們實際的健康好處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呢 應該說平心而論 沒有什麼很足夠 或者很高質素的證據 證明單單靠吃多一點這些食物 真的可以健康一點 或者更具體的 清晰一點說 可以預防腦心臟病 腦退化那些 這兩樣東西 就不是有很足夠的證據 看得清楚 你會說不是 它那麼多微量元素 那麼多營養 那麼多維他命 那當然應該有好處 大家要知道 基本上 微量元素 維他命 這些東西 身體的需求 其實就不是很大 這些聲稱的superfood 裡面當然有不少的維他命 或者微量元素 那是不是代表了 普通你吃的 譬如吃過蘋果 吃過梨 吃過橙 就沒有微量元素 沒有維他命 那又不是的 對不對 維他命 微量元素 你吃其他的食物 其他的生果 也一樣有的 不過相對 可能你吃的量 就會多過吃這些superfood 那才拿回相同分量的維他命 但是實際你不需要很多 而抗氧化方面 抗氧化 就是這些superfood裡面 有很多的維他命 有些物質 可以減低氧化作用 但是你吃的食物裡面 有些抗氧化劑 都說血管 或者腦裡面的細胞 那些氧化作用 老化的過程 能夠減慢到 那這兩者中間 其實有很多個步驟 就是說你不能夠 將第一個步驟 即食物裡面有抗氧化劑 直接說它有一個結果 就是可以防止到心血管 腦血管病 是不是真的能夠做到呢 中間有很多missing link 就要更多更長時間的研究 才可以看得清 近年也有一些 就是有些粉末狀 就聲稱粉末裡面 就有那些superfood 有了superfood裡面的 維他命 就是那些微量元素 抗氧化劑 各樣 就是做了一些粉 就說要吃一匙這些粉 或者開水 喝了之後就有了這些 微量元素 超過你一日所需 如果你這樣吃些粉 粉末真的沒有辦法 取代真正的食物 食物裡面的纖維的東西 亦都很重要 真正的食物 就總比吃粉末狀的東西 很難想像 即粉末狀的所謂 即superfood 就可以取代真正的食物 有人會說 你都常常唱反調 你什麼都說不好 那你怎麼說呢 其實我又不是說這些食物 就不好 因為這些 其實基本上都是植物性的食物 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事實 就是說如果我們食物裡面 多些的植物元素 少些肉類 尤其是少些紅肉 少些醃製食物 多些蔬菜 水果和纖維的東西 真是心血管病 糖尿病 那些真的可以減少 這件事就真的很確實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真的想預防疾病的話 比較可靠的方法 其實都可以所費無幾 大家食物那裡 主要選擇得好一些 比如澱粉質方面 如果大家吃白飯 白麵包 吃一些全麥麵包 或者飯裡面吃一些 例如糙米 紅米 或者如果初初吃不習慣 就混合一半一半來吃 那麼多些纖維 始終都是好一些 肉類裡面 吃多些魚 那些就會好些 紅肉那些 又少些 生果蔬菜 其實吃這些超級食物 都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價錢貴 你偶爾吃一些 其實都無謀口非 但是你平時的話 可以吃普通的生果 普通的蔬菜 總之吃多些綠色的 就是多些顏色的 那些生果蔬菜 基本上都是有益的 偶爾吃一些超級食物 點綴一下 轉一下口味 其實都是好事 WALADAN 這期就流行這隻超級食物 我就超級買這些 老土的說 其實都是平衡的營養 多些的纖維 少些肉 多些的運動 什麼時候都是好 這些簡單的方法 已經足以預防心臟病 中風蕩療病 現年益受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留言點讚訂閱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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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